高雄首購足杯哥 只求便宜 看夜總會也無妨 說真的要養家 我要替他們來 一直來的 這無奈的心聲 是住在高雄35歲的Kevin 最大感慨 工作也差不多10年了 這10年來 薪水其實增加的很難 在手套工廠上班的Kevin 目前月薪3萬5千元 10年前他進入職場時 月薪是2萬5千元 等於10年來 他的薪資平均一年 只漲1000元 但這樣的薪資漲幅 完全跟不上物價房價的 上漲速度 而且公司升遷管道不透明 加薪幅度又小 這兩年經濟不景氣 年終獎金都作水 我也想過說 去其他公司試試看 這是每一家起薪的派遇 那我倒不如繼續留在這裡做就好 即使其他公司有升遷可能性 Kevin還是放不開 累積了10年的薪水 原本住在家裡的他 因為結婚 小孩出生 不得不搬出來找房子 我一個兒子一個女兒 不可能擠在家裡面 可是我公老的薪水 加起來才6萬多元 那就只能去找比較便宜的一間房子 最後Kevin在高雄小港區的 偏僻處買了人生第一間房子 一家四口同住在40坪的三房產品 總價500萬元 只是說到周邊的環境 有很多事險無措施 附近生活機能極差 一台台大型車輛互笑而過 早已大 空氣品質差 甚至走出陽台往外看 還能看到滿山的夜走匯 只是賣房談何容易 光是為了湊齊自備款100萬 Kevin和老婆華光結婚8年來的 所有積蓄 賣掉股票 截掉保單 也向手頭同樣不寬裕的爸媽 借了20萬 也用了青年首次購物優惠房貸 那現在每天就是要很省 去餐廳吃這樣 我真的是不太感想 大概過生日的時候才去 每晚把它亂讀公用 夫妻倆的薪資扣掉每個月1萬4的房貸 生活費 小勤費 小孩學費 以所剩無忌 甚至一家四口平均一餐的費用 不到200元 夫妻倆只能勒緊褲帶過生活 這樣的故事聽起來很悲傷 卻也是許多高雄手購族的寫照 薪資的漲幅始終追不上高貴的房價和物價 除非